大家好,我是阿伦,欢迎来到ScribeIt的学习课堂 今天为大家讲解的内容是ScribeIt的重要组件 首先看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 Spider,Selector,Atoms,Item Publines,FeedExport 看一下Spider 首先是基本介绍,先看一下概念 Spider是一个类,它定义了怎样爬取一个网站 包括怎样去跟踪链接,怎样去提取数据 然后是看一下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执行流程 首先是根据初始的URL去产生一些request 然后是使用Post函数去解析这些request所产生的response 接着去使用Select抽取器,去抽取你所想要的内容 最后一次对你所抽取的内容进行存储 看一下这个找报Spider 这是之前项目制作中的一个作业 这是一个完整的Spider 首先,定义它的名字,Name,爪报 StartUl,即所要patch的初始链接 然后对初始链接进行请求去获得response 使用Post函数去对这个response进行解析 在解析的过程中,我们会产生下一步要处理的URL 需要V1,AllowDomain,允许的域名 StartUl,ChooseUl,CustomSetting 这是个性化的设置 它会覆盖全局变量中的设置 即Settings.py中的配置变量 Crawler,抓取器 它是Spider,将要绑定到它上面的抓取器 Settings,配置实力 它包含了工程中所有的配置变量 Log,日制实力 我们将使用Log这个属性 去记录Spider所产生的日制信息 然后看一下它的方法 首先是FromCrawler方法 它的第一个参数为Crawler 这是一个类方法 用于创建Spider 然后是StartRequest 这个方法是用来生成初始的Request 下面这个MakeRequestFromURL 它是根据一个URL去生成一个Request RequestRequest函数函数 即用来解析网页内容的函数 下面的这个Log函数 之所以保留这个函数 是为了保持和之前版本的一个兼容性 在最新的版本中 请大家使用Self的Log的NFO ManageVertedSuccess几 phi 这里的NFO无论 直接标志了RequestSuccess这段式aa get 下面这个Close е 当Spider 关闭的时候所调用的方法 然后看它的值类介绍 第一个 CrawlerSpider CrawlerSpider它是最常见的一个Spider 用于抓取普通的网页 比起G类 它增加了两个成员 一个是Rose Rose中定义了一些抓取规则 比如怎么样去跟踪链接 使用哪一个Post函数去解析此链 第二个PostStartUl 这个是用来解析初始Ul所产生的那些Response 然后看一下它的实力 这是一个CrawlSpider的一个词 首先看一下它的Rose规则 在Rose规则中 第一条规则定义了 我们去抽取什么样的链接 去拒绝什么样的链接 第二个规则 我们去抽取的Items.php 这样字符串的Ul 然后使用PostItem这样的Callback 去解析这些Ul所产生的Response 然后在PostItem中去抽取具体的内容 并还回 在这个函数中我们可以看到 它使用了Self的Log.nfo 去记录一些必要的日记信息 除此之外 它还有XMLFeedSpider CSVFeedSpider 它有很多种方法 比如你可以用BeautifulSoup XML 但是在Scrape里面 它默认使用的是Select 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好用的一个抽取器 看一下基本介绍 在基本介绍中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实力化 怎么样去实力化这个Select 实力化 我们可以使用Tax去实力化 或者是HTMLResponse 这段代码是使用一段Tax去实力化一个Select 首先定义Body为这么样的一个字符串 然后把Body去传给它的Tax参数 接着去使用XPath这个抽取器 去获得Spam标签下的文本 然后使用Extract的方法去抽取这些文本 下面这个是使用HTMLResponse 去实力化的一个Selector 在HTMLResponse中传递了两个参数 URL和Body 抽取方法和上面的是一样的 在Select中 采用的抽取方法有XPath、CSS、RE、Extract 看一下应用实力 我们以下面的这段代码为实力 对这段代码中的一些数据进行抽取 要想获得能够抽取这段代码内容的对象 我们首先要使用ScribeShell 加这个网址去获得一些必要的对象 执行完ScribeShell之后 会在这个交互式环境中产生一些对我们有用的对象 比如Response 其他的我们先暂时忽略 第一个例子 去获取这段网页中的Title标签中的文本 可以看到已经获取到了我们想要的内容 我们除了可以使用XPath抽取器之外 还可以使用CSS抽取器 去获得同样的内容 可以看到我们使用CSS抽取器 同样获取到了这个标签的内容 接着我们去看一下使用CSS抽取器和XPath抽取器的一个混合 在这个表达式中 我们首先使用CSS抽取器 去获得所有的Ami级标签内容 然后再使用XPath抽取器 去获得这些Ami级标签中的SRC属性 最后使用XTrack的方法去抽取这些文本内容 可以看到 我们已经抽取到了这些SRC属性 有时我们想获得这些属性中的某一个 大多数情况下为第一个 此时可以使用ExtractFirst的方法 去抽取它的第一个文本内容 在上面这个例子的基础上 我们加上ExtractFirst 可以看到我们抽取到了刚才这个List中的第一个元素 在有些情况下 它的第一个元素也是不存在的 也就是说你使用前面的这些表达式去抽取的内容就不存在 当然你再去Extract这些文本的时候也不会存在 可以看到此时就没有任何内容 但是如果没有内容的时候 我们仍然想获得一个提示信息 此时可以使用Default的默认值 记在ExtractFirst的方法中去增加一个Default的参数 此时可以看到它还回了Not Found这段支付串 下面还有很多使用XPass或CSS抽取器 去抽取内容的一些事例 比如这个去根据A标签的HREF属性 所包含的支付串的特点 去抽取A标签的HREF属性 还有下面的欠套抽取 在这里不再一一讲解 在课下请大家一定要亲手的去练习这些实例 熟悉Select的用法 然后看一下Item 看一下文档的52页 这是Item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实例 首先去引入Scribe这个包 然后去定义Product这个类 这个类继承了ScribeIt的Item 这个是必须的 然后去定义有没有抽取的内容 Name Price Stock Last Update 大家可能会注意到这里多了一个参数 叫Serializer 我们先忽略这个参数 不用管它 在实际的使用中可以不使用这个参数 然后看Item Publine Item Publine的作用为 第一个去清洗HTML数据 第二个去验证你所抓取到的数据 第三个去核查是否有重复的数据 第四个去存储你所抓取到的数据到数据库当中 然后看一下它的编写方法 这是一个完整的Pipelines的编写 首先在第一行 从ScribeIt.Expension中 去引入了DropItem 然后去定义了PricePubline 这个来开始定义了一个WhiteFactor属性 接着去实现PriceItem这个方法 这个是要必须实现的 它有两个参数 Item和Spider Item即为Spider中所返回的Item 这里是对Item中的价格 这个制度进行验证 首先去判断它是否存在 然后在存在的情况下 再去判断这个PriceXLow的Weight是否存在 如果同样存在的话 去执行这样的一个操作 然后去换回这个Item 否则的话 既Price不存在 就去处罚一个异常 这是对Item中 自断验证的一个例子 下面是对Item进行存储的一个例子 这里使用了Json去存储我们想要的数据 同时我们还可以把这些数据存储到 数据库当中 这里有一个存储到MontDB中的一个实例 请大家在课下去练习这些 下面还有一个去存的实例 在Item当中去去除那些重复的数据 这里假设每一个Item中都有一个字段叫ID 并且是不存储的 其实我们可以利用这个ID进行去存 当我们写完Item Pipeline之后 要想使它生效 必须在Settings.py中去启用这个Publine 启用的方法为 在Settings.py中去增加下面的几行 Item Pipelines等于 这个是Pubelines这个类的一个路径 后面是它的一个优先级 也就是执行顺序 首先去执行Zip Pipeline 因为它的优先级是300 接着去执行Zip Pipeline 因为它的执行顺序是800 接着看一下Feed Export Feed Export的作用 也就是说存储你所抓取到的数据 存储的格式可以包括以下四种 JSON,JSON Line,CSV,XML 除了这些我们还可以把它去存储在 它存储的位置可以为本地文件系统 或者是FTP,或者是S3,或者是标准输出 最后呢,对本次课程做一个总结 请大家一定要亲手去练习 今天本次课所讲到的这些内容 今天的课程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